你说那么多有什么屁用 今天我们两个班的人都有打架 就只有我们五个人被开除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公平 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 从这一刻开始 在这个学校 在这个班级 做好你自己 告诉大家你是行的 陈霞的话将阿聪说得哑口无言 随后他从包中拿出毁播书 只要他们五人写了毁播书 学校就不会开除他们 说着他将毁播书放在地上 让几人自行选择 最终 四名伙伴都选择了毁播书 只有阿聪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 看着阿聪离去的背影 陈霞心中五味杂陈 为了让五人不再这样下去 陈霞决定帮助他们 他查看了五人的资料 明白了他们虽然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但是在家里却有着不小的烦恼 当即决定一一去找他们谈话 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烦恼 首先是热爱音乐的向祖发 因为小时候唱歌被嘲笑 而不愿意再次抬头唱歌 陈霞鼓励并帮助他找回自信 接着是王的男 一个爱车且认为父亲不喜欢他的女生 陈霞帮助他和他爸爸缓和了关系 再来就是双胞胎关起城和关起贤 两人的母亲去世后 父亲整日酗酒 导致兄弟俩心里有问题 一个爱游戏 一个认为自己很爱 陈霞帮助两人和父亲缓和了关系 并且父亲承诺以后滴酒不沾 最后一个便是阿聪 为了养家活口 阿聪来到餐馆做起兼职 出入社会的他无法抵挡诱惑 打起黑老大惊火机的主意 可拙劣的窃取行为很快被发现 小弟们一拥而上 将阿聪打得鲜血横流 你爸妈没教过你不可以折东西 有本事你打死我 见阿聪这么嚣张 黑老大瞬间来了兴趣 他将阿聪收入账下 并让他想赚钱可以来找自己 阿聪信以为真 为了赚钱来找黑老大 不料对方却想让他当替司御 他在地下权势中买了大量外围毒 为了万无一失 他让阿聪去给拳王下药 说完这个 大把的钱给你赚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阿聪果断答应了下来 起料在座的时候被拳王助理发现 为了撇清自己 黑老大果断将其嘴巴捂住 不让他说出实话 随后再将其关入柜子中 与此同时 陈霞来到阿聪家中 在和其奶奶聊天的过程中 无意看到阿聪拿回来的一瓶药 再结合拳王的海报图 陈霞知道阿聪要出事 于是他赶忙赶到现场 面对陈霞的询问 众人显得很不耐烦 招呼着让他赶紧离开 就在此时 衣柜中传来阿聪的求救声 陈霞伦生果断上前 瞬间换上夜问的账号 对着四周众人疯狂出手 以对手 可他在勇猛也只是一个人 一个不慎便被对方偷袭放倒 不给他喘息机会 对方再次将他一把甩飞 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抄起地上的健身气态 将攻来的男人一棒撂倒 随后他飞身来到衣柜上 将脚下一柜全部揣翻 看着自己老师竟然如此勇猛 阿聪瞬间傻眼 此时一名小弟见迟迟拿不下陈霞 便来到衣柜上与之周旋 陈霞不给其机会 找准机会抓住小弟 一个后跳后翻身下压 将小弟重重地压在身下 等小弟没了动静后 他起身来到一旁 小弟们不能忍了 开始群起弓之围攻陈霞 不料换上夜问号的陈霞欲战欲勇 三五小弟竟然不是其对手 几招便被打倒 剑手下如此无用 拳王不能忍了 一跃而起攻击陈霞 迅雷之势将陈霞打得措手不及 知道硬刚不是对手 陈霞顺势扯下木板 对着拳王一顿猛攻 虽暂时将其压制在地 可仅仅几秒便被拳王挣脱开来 反手将陈霞一把扔出 双方力量的悬殊让陈霞顿感无力 为了赢下拳王 陈霞趁着对方攻来之际 猛然抓起地上的润滑游呼其面门 趁其视线模糊 猛然挥出一拳将其击腿 生平第一次受此大礼 拳王怎么能忍 再度挥拳攻来 陈霞不断推翻衣柜阻挡对方脚步 随后迅速挥出数拳攻其面门 如此行为彻底激怒拳王 他一把将陈霞抱住 狠狠地将其摔在地上 就在众人以为拳王胜利时 没想到拳王却轰然倒地 黑老大为了稀释民怨 主动承担下所有责任 碍于对方势力 阿聪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能就此作罢 经此一世后 阿聪改变了许多 下定决心好好回学校读书 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很快 陈霞的事迹也被曝光 他的过往也被扒出 曾经的他也是学校里的混世魔王 动不动就惹是生非 最终因为再一次毕业典礼上搞破坏 被开除 通过校长的介绍和老妈的安排 陈霞前往外国读了冰校 随着过往精力被扒出 陈霞一世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也成了班级学生崇拜的对象 几天没见 我们先温习一下 大师兄 志愿Queen 让阿聪 在阅译 混贪 。